我们今天是这一集的最后一节课 我想说因为留一点时间 就是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 你都不懂可是不懂的问 连问都不懂的问 就是你觉得这个简直就是听不明白的东西 也可以说也可以表达 因为我是觉得说就是可以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听不明白 或者是有疑惑 或者是说你觉得跟你这个一向的学习 或者是什么好像有点搭不上的感觉 也可以讲也可以说明 因为我是觉得我们如果有疑问的话 那么我们来就那个疑问来说明 可能也会比较简单 就是会比较容易容易去了解 那因为那年经算是比较 可以说就是已经算是高阶的 高阶的一部经典了 很深 然后就是如果大家初次学习的时候 一定会觉得很吃力 就是怕你们学起来会吃力 所以尽可能就是从道理上来认知 道理来认知 然后呢 你当你这个对这个道理的建构 已经有一点 也是个基础的时候 那么你再透过这些文字的叙述来进入 这样子可能就会比较 会比较更容易去理会 好 我们上课 很重心起立 向华言三圣行问讯礼 一问讯 再问讯 三问讯 向受科法师行问讯礼 师父早 大家好 早 请坐 好 因为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这个名词 它分的比较细 其实就是佛法的名相 就是会比较 会比较 平常大家比较没听过 所以听起来就会比较 比如说我们讲见分跟相分 见分跟相分 那么其实指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能见的这个心 产生我们这个能产生见的 这个作用的这个心 这个称作见 见分 那相分指的就是境界 一切镜像 凡是你可以看得到的 摸得到的 想得到的 或者是你可以 就是你可以透过这个 透过六根去思维到的 那么这个都统称叫做相 相就是相状 它有这个 有这个形态 或者是有一个范围 或者是有一个规模 那这个都叫做相 这个相也叫做境 境界 境界的境 那么也可以有时候这个 像在经典里面就称作物 称作物 所以这些呢 其实都是同一个 同意啊 同样的道理的 同样的道理的一种 一种这个名词 那么这个见相呢 其实就包含了什么 我们讲见相二分 就是这两个部分 见跟相 见分或相分 那么这两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包含了 就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就是你能够去分辨 去思维的心 还有整个的环境 两个就包含在内 也可以说就整个宇宙 法界 全部就是这两个系统 那么这两个系统 其实是同一个 是同一个 那么那但是呢 因为我们众生 就是因为这个 迷直 迷直 所以你会觉得 这个心呢 跟近是分开的 两件 就是不相关的事情 好像这个心 跟你能够去分辨 去思维 去想 去看的这个心 跟外面的境界 是不同的 就好像我们看 我们能够知道 这个是杯子 但是这个杯子 跟我们就是隔开的 境界是境界 好像境界是一种固体 固执的 那我们的心呢 是没有形象的 没有形象 然后呢 它也没有一个 这个长短大小 因为它没有形状 没有形象 所以呢 就是反而是不知道 它的所在 就是这个心的所在 我们以为可能就是在 这个身体里面 或者这个内在 我们的心脏叫做心 所以呢 其实讲这个心呢 它就有又分好几个层次 好几个层次 比如说我们这个心 叫做肉团心 那那个能够去思辨的 那个又叫做圆绿心 就是能够攀圆 能够去思绿的 这个心 这个我们也叫做分别心 所以讲分别心呢 其实不是在说 不好的这种心态 而是说你能够很善于去分辨 能够很快的去分辨 就是你这个分辨的这个心呢 用的态就是很敏锐 很敏锐 那就是会造成了很多的这些 就是说你这个分辨 因为如果你不再掺杂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执着 或者是你的我见 你的见解 你的观念 你的见解 或者是你的自己认为的 这种坚持的话 不掺杂这个的话 这个分别就叫做无分别 就叫做无分别 所以无分别字不是说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分别 不是什么都不分别 而是在这种分别的这种 这种当下呢 它没有产生妄心的作用 妄想的作用 我们讲妄想呢 其实不是一种 好像就是一种 这个天马行空的这种幻想 而是指 所有的妄想 指的就是我们虚妄的想象 不实的一种观念念头 不真实的念头 叫做妄想 所以我说我们在这个 你不要打妄想 不要打妄想 其实就是指什么 散乱心或者是想象心 想象一些什么 有的没的这样子 这个叫做妄想 它是总称是这样 所以当你 我们的心本来就是很灵敏 心本来就很灵敏 你看到什么马上知道 听到什么马上知道 这个马上知道呢 其实能够怎样 能够去分辨这些这些示范 但是呢 坏就坏在说 我们在分辨的当下 就是说你能够了了明白的 这种分别心的当下 你掺杂了你的这个 个人的一个执见 你的执着 或者是你的习气 你的见解 你的认知 也就是说个人的认知 你掺杂了这个东西 那这样子 这个分别出来的东西 它就会带来烦恼 它就会引起烦恼就是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人 他就是从那边走过去 然后就从那边出来 然后你只是什么 你只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可以知道这样的人静 就是这个境界它是怎么样的运转而已 那么这个运转当中 你如果升起了 那个地方是不可以进去的 那个地方会怎样的 这个就是你又产生了分别 妄想的一个这个见解 但是这个妄想不见得是对的 甚至于你看他走过去 他就弯下身 然后就又站起来又走了 然后你就认为 你看到这种动作 你可能什么 又会以为说 这个人 因为你会凭着过去的印象 过去对这个人的印象 然后你就认为 这个人 他又在做打什么鬼主意了 他又在做这个又蹲下去 可能不知道又摸了些什么东西 就怀疑啊 怀疑 那怀疑产生的呢 当然就是 就会 你如果又不知道 在这个时候 又收射回来的时候 你又把它发出去 你说 你怎么可以这个到处来这边 怎么可以这样子 那他可能就 也许他不是这样啊 但是我们是凭着自己的妄想 去猜测对方啊 所以他当然是什么 被你猜测 他当然也会生气啦 因为是错误的判断 那么这个错误的判断呢 两个人就会产生 我们就缘起的这种现象 因缘所生的这个现象 他就产生 就是这样 所以其实佛法 最主要是在教我们 你怎么样去厘清这些 厘清你的这个心思 心思的这些作用 心的这些作用 就是你不要 你如果没有错用他 其实他当下就是真心 本来就是一个亲近的真心 但是你错用他的时候 他就变成了分别妄想 所以一直 本来就是这样的心在运作 这个心 无始以来的这些 产生的这些 这些烦恼的这个变现 其实就是这样来的 但是我们众生都是怎样 停留在这个末端 停留在末端就是什么 就是这些烦恼的末端 已经造成了烦恼 感受到烦恼苦乐 感受到这些这个黏着 这些执着 而产生的烦恼 比如说生老病死就是了 生老病死这个也通通都是 那么所以佛呢 就是他其实一直在 就是他出现在这个世间 要跟我们讲的道理 其实就是这一个 就是让我们能够回归到真心 因为大家的真心 亲近的本性 每一个人都有 那么每一个人的亲近本性 其实都是怎样 都是非常尊贵的 然后都是这个更古更近 就是不管古今未来 过去未来 长远都是如是的一种亲近 不变的一个心体 这个心境 但是就是因为被烦恼妄想染拙 所以呢 因为无名的关系 所以从最初的那种一念的不觉 开始一直轮回轮回 轮回一世又一世 一世的执着 然后这个这个生死 然后产生了这些这个伤害 欢喜苦乐 好的坏的善的恶的 交杂在一起 然后什么 带到下一世 一起的生命没有 又到下一世 下一世又是这样 又是继续循着 依循上一次的这些种子 经验 凡是你做过的事情 它都会成为一个种子 一个经验 然后呢 当你下一次的情境碰现的时候呢 你就自然而然产生了 这样的对应方式 所以你看有些小孩子一生出来 他其实也没有教他什么 父母也没有教他 他自己都可以分辨的这个 尤其是我曾经试过 有一个大概没有几个月吧 五六个月的小孩子 五六个月的小孩子 他居然能够知道菩萨的定义 这个就是很奇怪 他不会讲话 他也不会这个 也不会那个 就是几个月的小孩子而已 然后他到了这个 比如说到庙里来 随便坐个地方 然后问他说 菩萨在哪里啊 菩萨在哪里 他的头居然可以这样子转 去找 去找 找到那个菩萨的地方 他就停住了 他就停住 他就一直看着那个菩萨 菩萨的像 那很奇怪啊 以前辈子而已 对 就是因为过上辈子的熏悉 有这个熏悉的时候 他就有这种种子 虽然他没有产生了这个语言 或者是这个这些表态 但是他的心 你看他那个 他那个亲近心 虽然这个亲近心 他已经是带了这个 带了这个染污的亲近 就是已经就是有生死轮回的 这些经验的累积了 但是他还是怎样 能够使用 他能够在这么小的年纪 他就已经能够去分辨 什么叫菩萨 所以这个就很奇怪 我们通常我们讲菩萨 还要有你有这个认知 你才会知道 什么 什么称为菩萨 但是他一个五六个月的小孩子 就能够这么知道 所以可见的呢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 我们的这个自信 我们这个亲近心 其实不会随着你轮回 或者是堕落上升 或者是厄运 或者是善运而改变 就是你这个亲近心的 这个本心呢 他不随着什么而改变 绝对不改变 可是呢 你每一世 每一个经历 所产生的这些分别 妄想执着 他就是一直的加深 一直的建构 一直产生这些种子 所以善的种子越多 恶的种子越比较少 不是说都没有 不会说都没有 但是就是怎么样 如果你善的比较强 就是这个比较茁壮 业力善业比较茁壮 那么你的恶业呢 就是会因为善业的强 所以你这个恶业就会消减 就收敛啦 就会比较不深 那有些人 他的恶业种子强啊 他的善的种子比较弱啊 所以他所呈现出来 都是恶 恶的负面的一面 那么这些种子 他是会引发 引发你的身口意的作为 就让你产生去造作 去对应 去想 去讲 去做 所以其实呢 这一辈子能够遇到什么样的善业 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恶业 其实呢 他不是现在才发生的 也就是说你在过去生 可能都一直重复 重复这样的事情 一直重复这样 重复这样的习气 重复这样的作为 然后就重复这样的感受 果报重复这样子做 这有时候是一种重复的现象 为什么会是重复 所以你今生所经历的 其实上辈子你也经历过 你碰到的人事困扰 你上辈子也是这样子经历 也就是说你上辈子 没有解决的问题 你带到这辈子来还要继续 因为你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都还有怎样 加深 说不定还加深又纠缠更深入 那有些人呢 他因为在这个当中 他有透过这个 就是那个 这个清静真心的 这个灵敏的这个启发呢 就是他过去生 也有培育一些 这个佛 就是这个修行的种子 或者是佛法的种子 所以这些种子 他会产生作用 还是一样会产生 因为他不会失去 他产生作用的时候 在你这辈子又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可能会多了一分这个智慧的一种 一个想法 或者一个念头 或者一个观念 他会促使你什么 你如果强化他 强化这个善的这个种子 他会促使你改变这些恶意 你所你所碰到了这些恶的事情 不高兴的事情或者是逆境 那么他会让你的这个观念 他就会改变 改变的时候你的做法就改变 那么一改变的时候 你再加强这个改变的这些善 又继续把他熏燃熏燃 继续给他增值就是了 下辈子他这个善的部分 他就又更高 更好更多 但是在这当中并不是恶业 恶的种子不显见 并不是恶的种子不显见 为什么因为无始以来的这些习气 这些习气这些妄想 所产生的这些 他还是流存 只是说他产生作用的力量 强不强 强不强而已 所以当你的因缘忌讳的时候 也就是说因为一切法 他必须还是要透过 就是世间法 这个所有的一切现象 他还是透过因缘产生的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因缘 他就没有办法陷阱 有因缘那么具足 那么他就能够成就 所以他是很灵活的 他不是断灭的 师父你说那个 像他们老妈教的高增 死掉了 他们又去找 去找有那个出世的小孩子 生出来什么都会 所以那个就是有种子在 对 他不是生出来什么都会 他还是要透过教 也就是说他已经 他有具足这样的一个 这个种子 可是他因为又转世了 他有隔音迷 所以出生的时候 他就是要有善事 是再把他引导 在引导的时候 他透过学习 他很快就会 很快就会 学得比别人快 而且开悟阁又比别人快 这个也是过去生的 这个福报来的种子 所产生的福报 所以他虽然有 但是要有因缘 没有因缘他产生不了 假使一个说是这个 是这个伯伯转世的 转世的高僧 然后呢 你就怎么 一出生你就把他 放在一个无人的小岛 都没有人 也没有人交 你说他会自己生发智慧 伯伯的智慧 即使有也生发不了 对不对 但是呢 凡是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个善果的人呢 他必然是有很多善因缘 所以你想给他挡 也挡不掉的 就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想 一个人的这个果报 福报或者是罪报 虽然有 但是他也是要透过因缘而产生 所以你的福报 你说我过去生累积了多少的福报 问题是你这一辈子 你就一直都闷在家里 然后你也不跟外界接触 你也不跟人家这个往来 就这样孤独的守着一生 你说你的福报从哪里陷阱 他陷不了 对不对 所以福报还是要什么 还是要在众生当中 人群当中 或者环境当中去造就 不可能凭空产生的 对不对 所以古人也才讲说 这个 比如说像道家 不是会讲这个 什么阴阳 什么这个阴阳 一切万物都是阴阳相生 有阴有阳相生 才能够产生万物的 然后他们也是有领悟到什么 这个阴阳虽妙 阴阳虽然很妙 它能够产生万物的这个 这些生发 或者是灭啊 生啊 全部都是靠着阴阳 两仪的这个作用 但它虽然很妙 但是它不能够使在 虚空当中的种子发芽 人家就也有误到这样的道理 对不对 你一个种子 放在这个虚空当中 你怎么让它发芽 它怎么能够发芽 因为它只有种子而已 它什么都没有 所以阴阳再怎么妙 它还是要怎么 借着水土 它的缘才能够产生作用 这个就是 所以呢 你看啊 我们如果 有这个不善的 不善的这个言行 或是不善的这个思想 那么你 你不使它产生作用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没有讲出来 你也没有造作出来 没有使这个 没有行之于外 那么你这个恶呢 还没有办法冤寂 对不对 别人即使对理由 你说碰到了冤心在主 然后 然后你都 你都 完全跟他隔离的 你说冤心在主要怎么着迷 因为你什么都没做 你也没想 也没说 也没有做 也没有起心动念 什么都没有 那你说对方的恶 要怎么样加在你身上 你也没跟他相处 为什么 因为没有攀缘 没有攀缘的话 自然而然 这个就是怎么样 他就错过了 恶是这样 可以错过 善一样 善的话就不能错过 善的事情就要怎么 缘起 因为他是善业 能够得善福报 对不对 那是恶业 他会得恶果报 所以就不做 那你说我什么都没做 我还是得到恶果 还是得到不善的对待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你做而不知 不是你什么都没做 你有做 可是你不知道 你做了些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众生的无名 所以任何事情 他绝对不会无因无缘的 不会无因无缘 然后你说即使我什么都没做 可是我还遭受到这样的这个 这个对待 甚至于我都是用善的来对待 善心善言善语 然后来这个 但是别人不领情 又这个对我又打又骂的 然后又这个欺负我 这个陷害我 那这样子是什么原因 因为过去生欠他的 对不对 因为你过去生一定也有跟对方 有这样的一个纠结 要不然你这一辈子那么的温和善良 可以说是十全九全九美的 那为什么还会碰到这个灾难的事 碰到这个逆境 一定也有上辈子的原因 因为这个种子就有 也就是说对方的种子并没有消弭 所以即使你的种子已经转换了 但是他的种子还没有转换 因缘碰到的时候 他还是会用他的种子来对待你 所以要忍辱 忍耐 为什么修行里面还有一个忍辱波罗蜜 就是这样 你要能忍 就是被人欺负 被人怎么样 就是能够忍 你忍的时候就怎样 他就消化了 没有忍的时候 不一定的 师父有时候你忍辱的时候 他觉得 找你的查理 你还不回报我 他生气更厉害 走开就好了 不想 就是说在我这部分 我不去继续这个缘 可是在他的那个部分 他的气还没有生完 他的气没有了就是也是你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 为什么 我就说那个还可以解吗 可以 只有一方面解 一方面不解 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 就是对于解 忍辱的部分是解一半 你没有解完全 比如说呢 你刚刚讲到的 我什么都没有 就是我都不理你 你怎么样修我都不理你 我不理你 你反而更凶 对不对 那你这个不理就有问题了 你这个不理你的方式就有问题 可以了解吗 他就是 他还是一种对待 所以真正的不理是 你的心不理 而不是外向不理 火上加油 对 为什么 众生看外向 他不是看你的内心 你的内心 他也看不到 他的心你也看不到 对不对 因为我们心是无相 那无相的心怎么看到 他的这个用心呢 就是从外向上来看 讲话的态度 应对的态度 身形的作用 对不对 从这里看得到 那对方也很聪明 他说你是虚伪 对 那他是所以会认为你虚伪 是因为你已经之前塑造了一段 这样的一种冷漠的隔离的态度 所以他你现在反过来说 我现在想开了 我表面上我还是要对你 能够这个 一定要也是要这个 跟你有这些世俗的 这些相应的话 他就不太相信了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有先前一个印象在 你先前已经给来了 他这个印象 第二个印象你要再修饰 就困难 就困难 所以其实呢 我们生活其实是很有艺术的 生活其实是很有艺术 也很讲究的 所以佛法里面讲的不着 是心不着 不是外境 因为外境黏不上你什么 境界黏不上你的啦 是你的心黏住了 执着住了 所以呢 你看一部车即使很喜欢 然后他撞烂了 撞烂了 你说你很舍不得那部车 那部车有办法再回复回来 或是跟着你一直不放吗 不可能啊 不可能 是我们的心去着它 所以讲有分别 无分别 讲的都是心 不是外在的现象环境 所以讲的都是心 那我刚刚讲过了 如果我们的心只是怎么样 能够清楚的去了别种种现象 然后怎么样 去应对 那么在这个应对当中 没有掺杂你个人的这些 我执偏见 或者是你的这个自以为是 这个就是成见 我见 比如说人家这个对你好 然后你说 他是很虚伪的 拿一杯茶 请你喝一杯咖啡 然后你说他很虚伪 你想的虚伪是他的心 不是他的心 对不对 我们是考量别人的心地 而不是外向 如果你从外向来解决的时候 他请你你就接纳 你就接纳谢谢 没有什么样的真或假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行为上 动作上没有什么真假 他是淋于真假 那是什么样 是我们的心产生的这些骗迹 这个叫骗迹值 骗迹所值 那其实佛法最主要在对峙这个 叫我们不要产生这些执着 这些骗迹值 所谓骗迹就是怎样 你无所不能的这种去计较 去想 去生发这些这个 这些情节 这些情的作用 六情的作用 你能够这个无所不骗的用 也就是说你的心 你都可以要怎么想 你就能想到什么 想怎么想 你就能够怎么想 但是这些想都是怎样 叫做妄想 因为它不实际 而且它不能够产生好的效应 所以说这个叫做妄想 那么因为我们众生就是因为都执着在六根 六成的作用上 根成就是六根的作用 眼睛看到耳朵听到 吃到感触到 都是这些外在的形象 然后产生了内里的这些分别 那这些其实都是虚妄的 都是假的 也就是说这些都是由你的亲近心 所变现出来的 有你的亲近 本来是亲近的这种心境 然后因为怎样 产生了这些妄想的作用 然后你又执着这些妄想是真实 是对的是不变的 又透过这些执着 然后再去发用深口意的作用 那这样子的话就越来越麻烦 就越来越麻烦 然后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做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这么做 是每个人都这么做 所以你认为这个是真实的 所以你认为这个用世间 有世间的这个道理 世间的追求 世间的道理 那么你以世间的道理为真实 这个也是错误 对不对 因为世间讲就是 你一定要考第一名 你不能够输给别人 所以因为你觉得 你灌输了这样的一个执着的时候 没有考 考到第二名 你就要自杀了 对不对 因为你认为这个是对的 那其实这个通通都是虚幻的 因为我们众生就是 因为就是无名 就是无名非常深厚的意思 就是一直都产生了生死流转 轮回不息 乃至于怎样 苦乐自己不能掌握 随着环境苦 随着环境乐 随着环境又苦 随着环境又乐 你不能自主 假使你不能自主的时候 你就永远就是一直在苦当中 乐的时段就很少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怎么样使自己快乐 你不知道你永恒的快乐在哪里 你不知道 所以你一定会随着这些外境来流转 那你随着外境流转的时候 他就因为这个都是缘起的现象 所以缘起的一切事法 第一个就是一切事法 他必须透过缘起的条件 他才能够产生作用 第二个即使产生作用 他的本性也是空 这些缘起的事项 他没有一样能够留存 也就是说他都是刹那面 刹那面 刹那改变 没有一个真实 所以如果你能够去掌握这两个条件的时候 那其实你对于这个生命 或者是世间的看法 你就有另外不同的层面了 就会有不同层面 因为你不会让自己 一直都困在那种烦恼当中 烦恼伤心难过会好吗 每个人都知道不好 每个人也都不要 但是每个人都一直不断的纠结 不断的在这当中 没有办法抽离 这个就是我们众生的毛病 所以佛才要什么 告诉我们说这些逐一的开导 逐一开导来使我们去厘清这些 通通都是什么 虚妄想象 妄心所建构的 其实这些都是怎样 就是这样子好像坡浪一样 海浪一样 一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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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海浪会停住吗 海浪会停住吗 或是它浪打起来的时候 它就固定了 下不去 它没有这样 所以世间因缘所有的一切 不管人事物 民力财富地位 还有各方面 有的没有的通通都是 都是这样的形态 一就是一切 一法是缘起 一切法通通都是缘起 一法是空 一切法都是空 一切都是这样 所以一法是妄想 一切法都是妄想 就没有一个不是妄想 要这样子去理解这个道理 虽然什么都会变 能够感受的 能够体会的 或者是能够去拥有的 通通都是变 那这样子人生有什么意思 就是要你去认识 在这个变的当中 有一个是不变的 那个不变的才是你的依靠 那个不变的 那个不变的到底在哪里 不变的到底在哪里 你的心 就是心嘛 但是如果你认妄想心也是不对 所以那眼睛他就是在厘清这个 你的妄想心跟你这个不变的心 到底是什么什么关系 什么关系 所以如果比如说你看 我们我们讲的心呢 其实就是指什么 指我们能够去看到境界 分别到这个 能见能产生这些 这个这个这个分别 念头思虑计较的这个心 这个心其实是忘的 是忘 那你呢 你要就是反观 你要反观你的心 你常常要看你的心 反观你的心呢 就是你的念头会变来变去 可是你的本心一直没变 所谓本心没变 意思指的就是怎样 你能够知道怎样 能够知道好 能够知道坏 能够知道分辨 能够知道天黑了 能够知道时间 能够知道要睡觉了 这个能 这个能够产生的这个知性 它是不变的 所以要我们去参悟到它 领悟到你这个心呢 其实一直都在变在变当中 那有一个不变的本心 不变的心 那个心叫做自信 清静心 那这个心呢 什么都黏不上 它就像虚空一样 它什么都没有 你要找它有多大 有什么像 找不到 你要找它一个定点 或是它会想什么吗 想不到 它没有 它完全离这个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建经 叫做建经 就是在我们这个位置 叫做 那这个建经呢 其实也是带有一分望 它是如果从维世上来讲 第八一 阿赖耶士就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也叫建经 那么它其实就是一个精明体 应该讲就是一个精 精明 那为什么叫建呢 因为我们是从 佛是从眼睛的这个部分来指示的 我们六根 六根都是 其实都是同一性 同一根 同一精明体就是的 精 本来就是一精 这个精呢 它没有分什么 建 文 诀 知 没有分这个 它是没有分这个 可是呢 为了使我们能够了知 为了要跟我们说明 所以它从眼根的部分来指示 从眼根的部分 所以称作建经 那如果说是从耳根来指示的话 它就叫做文经 因为什么 它从功能上来了解到 它的存在 也就是说从透过功能 透过作用 那么来了知这个本体 因为这个亲近的这个本体 它不是照做来的 它不是创造来的 或是合和来的 我们刚刚讲 一切办法都是因缘合合而有 但是这个 这个精明的这个自信 它不是创造而有 它也不是合合而来的 也就是说 它是独立 长存的一个 一个性体 一个 一个 一个本性 那么这个性 它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追逐这些妄念 攀缘这些外境 所以我们都什么 我们都把心用在外面 我们都心外在求法 就是认为这个法 是离开你的心之外 还有一个法 那么你不知道说 所有的一切法通通就是 就是你的一个心 就是你的心 就是一个 那而且是独立的 它不会 它不会因为什么 圣人 成了圣人 它也不增加 这个性体也不增加 你即使是堕入三恶道 这个亲近自信也没有减少 不增不减 因为什么 它不改变 它是不变的本体 它不随着你怎么样 又怎么样 就会失去 没有 所以要能够先什么 可靠认定这一点 虽然我们还不认识它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必须透过修行 内政 但是这个理 要能够知道 道理上要能够知道 是这么回事的 所以你才能够怎样 去看到你的这些 妄心妄想执着的作用 你的心术 你能够看得到 比如说 你会想得到什么 比如说我们不是常常 就是怎样 一边念佛 一边念佛 一边打妄想 有没有 念得不专心 那你在念佛的时候 有没有在念 有没有在念 有在念 有在念 然后妄想的时候 有没有同时妄想 妄想也知道内容嘛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有两个心 对对不对 灰心嘛 好 你说灰心 那你是不是 你念佛也在念 妄想也在妄想 同时的作用 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正在这样吗 你如果知道 看到那个东西跟这些妄想跟念 我不相关 的念头是不相关 可以了解吗 就是说我能够知道 你现在心里浮现一个像好了 一个景象也好 或者是浮起一个人 或者是浮起一句话一个念头 你浮起的时候 浮起这个念头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 看能不能够知道 你现在这么想 那个能知道 你现在在这么想的那个能 他不是这个想 不是这个想的心 这个想的心跟你的这个 能看到你现在在起妄想的 这个是不一样的 他是不变 他是变 你起了一个念头 你知道 这个是不变的 那因为我们众生不知道 有这个都是认这个 这个就错误 这个就错误 为什么因为你所产生的这些妄想 他会变 他不是以决定性的 今天想的是好的 明天又想不好的 今天看到这一件事情 他觉得应该怎样怎样 明天又看到这件事情 他又有另外的想法 应该要怎样怎样 所以这个就是变 对不对 念头都是变来变去 他不是绝对的 师父 像我也有这个例子 我念经念的时候 一想哎呀 这个小朋友 人家到我这里来 我想赶紧把它忘掉 赶紧心还是在这里念 他本来要跟我来 对对 我又说 不要去想他 还是把我的经念完 对 可是这个时候 你还是在怎么样 还是在妄念 对妄念上面 你还要再更进一步的 就看到 我想的这个念容 内容跟我在念的佛 这个 他其实是有不同的 他有不同 他是有不同 就是说你能够知道 你在想这个想那个 同时产生的 同时产生的两个念头 两个作为 或是三个 那么这些都是什么 甚至于有时候 你这个妄想 还可以飘来飘去 对不对 想这个的时候 马上又跳到那个 对对对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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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小孩的时候 又想到说 哎呦 我等一下菜又还没有买 那个菜还没有买的时候 想到菜的时候 可能又想到说 明天又要怎么样 什么事 对这个有这样 他就是一直跳 一直跳 那我们还专心 在念佛上 一直再把它收回来 把它拉回来 对 继续的念 对对 那你那个念 那个念还是念 可是能够 你会想到说 会看到说你在打妄想 把它拉回来的 那个觉 他是不变的 他是不变的 所以他其实还是什么 是你的心 全体就是你的心 只是什么 你的心有什么 有无常的 也有常的 有跳动的心 也有什么样 不变的心 那你那个不变的心性 就是我们在这个见经的位置 就是这个见经 那因为这个见经 因为无明的产生 产生了能见跟所现的境界 有产生这两个部分 所以这两个部分 其实就是怎样 就是我们的身心 还有众生世界 通通都包含在内 范围是很广大 也就是说你触目所及的 思考所及的 六根所及的 通通都是旺 即使你想到了佛 你看到听到了佛 佛讲话的声音 也是忘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全体 都是由你的自心 所变现出来的 但是这样 这个你呢 当然是对我们 这些出击的来说 我们都 因为我们还没有正路 还没有 还没有去 去这个 领悟到 这样的一个礼 甚至于呢 我们现在听了 可能也不以为然 为什么 因为跟我们平常的 宿习 就是我们过去以来的 这些习气的染污 不相应 不能相应 因为你的 我们的这些染污心 我们现在可以说 我们都是被这些 七情六欲 被这些世间的 这些人我 还有这些世间的物欲 欲望 那么 设限住了 所以我们即使听到了 真理我们也 无动于衷 就是也不能相应 不能够去认可 不能够去体会 所以要怎么样 要透过不断的熏修 不断的透过这个道理的 这个熏修 怎么样去领悟 怎么样去把它透彻 那怎么样透彻 怎么样领悟透彻呢 就是说在理上 你要能够去这么认知 在事修上 你要能够去相应 所以事修 就是我们的这些 生活对待 我们这些这个社会 我们的这些人生 我们的生活 这个就是事 这些都是事 那么这些事呢 你要透过这些事的修行 去领悟这个道理 去领悟这个道理 然后把这个道理呢 要能够用在这个事上面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能够逐渐逐渐的 去修行 相应到 入这个理 要不然的话 我们就常常会怎样 就是 道理是这样 可是呢 我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习气太重 我们众生的执着 不行了 我还有家庭 我还有事业 我还有什么什么 那其实呢 如果你能够 深入这个理的时候呢 不妨碍你事业 不妨碍你的家庭 它是不妨碍的 不是说你要舍弃家庭 舍弃事业 然后呢 才能够去入这个理 不是哦 这个又是颠倒 又是颠倒间 为什么 因为它就是 你的理心的作用 没有离开你的 这个生活环境 没有离开你的家庭 你的事业 你的工作 没有离开 因为你不管是工作 也是这个心 对不对 你不管是这个 为家庭操劳 也是这个心 你做善业 也是这个心 也是这个心 但是你要用错心的话 那这个心就 就是忘了 如果你是用真性 本心来面对 从事任何一件事的话 那么所有的一切现象都是真 都是你的本心 那所以我们是因为什么 颠倒的关系 假使呢 你能够 我们讲本末 本就是我们的本心 亲近的本心 末呢 指的就是这些 妄想的烦恼 对不对 执着烦恼 这个称作末 或者是说 我们的这些家庭事业 社会 国家 这些通 这些事情 这些要经营的事情 这个都叫做末 好了 这些末呢 如果你不知道 它是由本所出的 那么 你就会执着这个末 执着末呢 你就产生了烦恼 对不对 产生烦恼生死 如果呢 你能够知道原来这些末都是什么 由本所出 然后都是怎么样 当体即空的 没有一法可得嘛 叫做空啊 所谓空是什么 你不可得 没有一样可得的 这个叫做空 而不是完全没有这些事情 那是不可得 所以呢 你会什么 你在这样的这些末的这些 这些末当中呢 你是什么 不理你的本心在应对 不理你的本心 那么这些 那这样子的这些末呢 其实全体就是真心 全体就是真心 那因为我们就是不了解这个道理 那你看啊 佛光是要讲这个道理 他要 也要这个很长的时间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众生就是 就是对于这个我 我的执着是很坚固嘛 所以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能够进入 初学没有办法一下子就能够进入这样的深 深法这么深的理论啊 道理啊 所以呢 其实整本呢 大部分都是在 主要就是在说明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么怎么样去认知这个性 清净的真性啊 所以从前面呢 佛就是把这些 把这些众生的 只是攀缘六根 六式的作用 根式的作用 产生的这些分别 那么先排除了之后 先知道这些都是虚妄的 然后呢 最主 然后呢 再更进一步要说明这个 见经 跟这个见 这个望见呢 它的关系是怎样 所以这个望见 你能够产生妄想的这个心 其实没有离开你的真心 没有离开真心 那么 所以前面呢 有提到说 这些呢 都是什么 叫做神 健忘 就是眼睛有病 产生的 的这些妄想 产生的妄想 因此呢 有这个什么 同分跟别业两种 这个两种 通通都是虚妄 那么虽然知道说 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通通都是虚妄的 但是呢 也是什么 你要能够逐渐的去破除 我执跟法执 那所谓的我执呢 就是我们知道在前面 就已经讲到的 安安执着这个心为我 我能看的这个 能想的这个是我 那么前面佛已经讲过 这些呢 通通都是什么 对境而产生的 这样的一种分别 因为谜的关系 那么接着呢 又会想到这些 这些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见见 因为要分辨这个见性 真见 跟这个望见的区分 所以佛才讲到这个 这个望见 这个真见呢 它是离于望见的 也就是说 这个真见 它不是望见 那么是望见所不能见 可是这样子讲 也不太能了解 所以呢 这个就提到说 要能够知道 这个一真见中呢 众生跟佛 是本来是没有的 本来是无佛无众生 无佛无众生 为什么这个是从 真信当中来说 因为 那么我们现在呢 看到有佛有众生呢 这个都是望见之神 望见之神 也就是说 就是都是望见 属于病态 所产生的一种 一种见解 一种望见 它不是见神则也 也就是说看到了 这个神的这个真见 它不是真见 因为它是望见 就是属于病 病啊 属于病态 眼睛生病所产生的一个 错觉 一个错觉 那么但是呢 知道这个错觉的 它就不是错觉嘛 对不对 所以说非见神者 不是看到这个病态的 的这个 所以呢 它说比妙见真经 信非神者 因为这个真经呢 它并不是 不是这个病 不是这个演绎的部分 所以呢 远离诸望 所以不叫做见 那么所以这一段呢 佛是用别业 用个人的别业来举 例如 来这个例如 这个同分望见 别业望见指的 刚刚讲的就是属于 我们众生的五蕴身心 你认为这个身心为我 这个就是别业 个别的这种业 个别的产生 那么同分的是什么 我们大众共同这么认知 这个叫同分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认知什么 都共同认为 你是你嘛 每个人每个人 有什么样的众生 什么样的众生 也都知道这些世界的差别 环境啊 这个是石油 所以呢 也这个 这个真实有这个地球嘛 真实有美国嘛 真实有台湾嘛 有这些世界的种种 这个就是叫做同分望见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真心的这个 性体上是什么都没有 他本来清净嘛 什么都没有 那但是呢 就是因为望无明的关系 才会怎么样 有众生 有世界 他就产生了 所以其实呢 这些产生 他本身都是虚妄建立的 就是 就是本来是没有 本来没有 那么所以呢 一个众生是别业是如此 那么所有一切众生 也都是如此 一个众生是这个 别业的这个望任 望见 一切众生也都是如此的望见 所以呢 这个每一个众生呢 其实都是什么呀 都是具有这样的一种 一种这个 一种 生死的烦恼 忧悲苦恼就这么产生 所以呢 每一个众生其实都有他的这个烦恼心 都各有不同 那但是呢 这些都是什么 由这个 由这个一闭目人所见的原因 就是一个眼睛生病的人 那么他看到了有这个 看到了灯呢 有这个原因 他就是什么 认为这个原因为事 那么这个就是 其实不知道这个原因乃是由什么 有眼睛的这个错误 眼睛的病态而产生的 就好像我们眼睛不好 看出去的东西 然后他就有怎样 他也是有什么 光影啊 或者是有这个 有花影一样 所以叫空花 空花就是在虚空中的花 虚空里面其实没有花 好眼睛的人 他没有看到花 但是眼睛不好的人 他看出来 他就觉得那里有一朵花在啊 什么的 所以这个呢 都是属于病 眼睛生病的关系所造成的 他不是真实 所以我们的点心奶 虽然他不是真实的 但是你吃起来会以为是真实的 他的消化也好像是真实的 因为他能够让你这个 这个有宝石感 然后又有成长 生命还能够延续的那种感觉 所以在这一刻呢 他就好像是真实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这两个执着 就是人执跟法执 如果能够破除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 就是始觉啊 也就是说 透过始觉呢 还能够怎么样 使这个本觉来显发 本觉就是我们本来的觉性 那么这个本来的觉性 也刚刚讲的 就是也称作真性 那么所以呢 本觉本身是离缘的 所谓离缘就是 他不是所有 他跟一切的物相 即使是不相设 所以呢 如果能够远离什么 和合跟 和合缘 以及不和合 那么则 又能够灭除呢 这些生死因啊 所以圆满菩提 不生灭性 亲近本心 本觉常住 也就是说 怎么样能够开发这个决心 把这些 把这个亲近的这个决心呢 能够使他能够显发 所以呢 这个就是必须要透过 对于这些和合式 所以我们刚刚我们讲的这些 阿赖耶士啊 或者这些分别啊 妄想啊 这些都叫做和合式 为什么 因为他是透过和合产生的了别作用 心跟静的和合 心对静所产生的和合 产生的这些作用 那么可是这样子呢 他其实还没有怎么样 这个也是在教一些步骤 怎么样透过去除这些忘见 妄想 那么去除这些 对于这些静相的执着呢 能够这个去认知到这个 这个本来亲近的这个决心 可是呢 还没有怎么样 还没有说到 没有穷尽啦 就是还没有透彻到 一心的这个本源状态 所以呢 接下来呢 就又继续呢 要再破这个 十本和合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个 一个这个 这个观念啦 为什么 因为说这个有始觉 然后呢 透过始觉修行 就能够合一本觉 虽然知道这个本觉的这个 这个长处嘛 但是呢 透过始觉的修学呢 那么能够十本合一 能够达到始觉的这个 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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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处啦 这个这个终极 那么可是呢 这样想的时候 这样子的讲法 可能又会觉得说 是始觉 合一本觉呢 那两个就是也是 合合而有的 嗯 又会这样子去 去思维嘛 所以呢 接着呢 就是完全呢 要就是把这些 所有的迹象 全部都去除 也就是说 所有的一切对待 一切的想象 一切的假设 那么这些呢 通通都 这些的妄念 妄想 通通都要除去 通通都不生啊 那么才能够显示 要显示这个 真如是绝代的部分 那所谓真如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本觉 讲真如心啊 或是本觉性啊 所以呢 这边经文就提到说 阿难如虽先物本觉 妙明性 虽然呢 已经领悟了这个 本觉妙明之性啊 他不是姻缘 也不是自然性 因为前面呢 有提到 阿难不是也是怀疑说 那这个是跟姻缘 是不是姻缘所生的啦 或者是这个自然而有的啦 那么前面呢 佛爷已经去 去说明过了 但是呢 他还不明白啊 还不明白什么 就是这样的这个决性 他是不是合和呢 或是不合和 也就是说这个菩提心啊 因为什么 这个人把恶空的时候 就是能够看到 这样的清净决心嘛 那么我们称作这个发菩提心 那么这个菩提心呢 要证得了这个菩提 那是不是也是合和而来的 也是透过因缘合和 因为前面讲过 事法都是因缘合和而来的 而成就的嘛 那么所以呢 他就认为说 这个真如性本身是不是 也是合和的 或者是不是合和的呢 所以他最初 现在先破这个合和的一个观念 结果结果阿难 他说阿难无今复以虔诚问读 为什么 因为真性是不可不可不可说的嘛 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形象 能够去指示 所以呢 还是什么 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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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前的这些境界 现前可以去思维到的境界 那么来来这个亏理啊 所以他说你现在呢 还是以一切世间的妄想合和 诸云言性而自疑获 为什么 因为对于这个真如 佛心或者是这个真心 他是绝代的 所谓绝代就是说 他不是一切的对待 能够去产生的 不是透过对待而有的 相对而有的 也就是说他本身就是 无便的一个自信 那么所以他称作绝代 绝代就是绝一切对待 绝一切的这些原因 或一切的这些想象 或是一切的这些猜测 或者一切的认知 完全都不是 那么他说他还是用这个 世间合和的现象呢 来疑惑什么 正菩提心合和其者 认为这个正的这个菩提心呢 他是因为合和而有的 所以呢他说 则辱经者 那么你看现在 你现在这个妙境见经 那么指的就是这个心 这个不变的这个建经 那么他是跟明和还是跟暗和 那么这两个合和的字 他的字两重意思 我们如果用把这个第一个和字 用和音字来念的话 叫和 对不对 我们和东西 我们怎么样和呢 和在一起一定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对不对 两个不同的然后把它混杂在一起叫做和 假此是混杂的话 那么这两个东西其实 一旦混杂的时候 他两个东西的特性就没有了 就会失去他们两个的特性 比如说你用这个 我们说用一个土跟水 是不是 土跟水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两个把它和在一起的话 他又换了一个名 又换了一个象 对不对 就叫做你 对不对 所以这个 这样的状态称作和 之后我们用破音字来把它区分 叫做和 也算说和和 等于两个 那第二个和字呢 它就好像盖子一样 含盖和 就是像 像你一个 比如说像杯子 杯子上面有盖子 对吗 杯子跟盖子 就是杯身跟盖子两个是不同的 对不对 合起来 两个合起来 那成为一个整体 这个叫和 第二个字的和 所以呢 等于就是像盖子一样 假使这个你这个亲近的这个这个建筋 你这个建跟这个跟这个名 就是说他如果是和和而产生的 那么这个还是要用世间的明暗通色 就是前面讲的这世间的八种现象来 来这个印证 来证明 那么来这个推理 那么他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关系 那么当然这里的说法是要显示什么 是要再次说明这个 这个菩提心或这个真性 他不是什么样的对待 不是和和或是不和和 就是他没有这些是非的假想 没有这些假设 他不是这些任何一种成因 一种原因的设想都无关 都完全无关 所以你不能够用 菩提心是怎么有的 菩提心是怎么产生的 他是因为怎么样而产生 如果是这样子讲的话 这个是对于菩提心的这个本身 是不了解的 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一切 前面已经他已经讲过了 所有的一切心跟静 万法乃至五云身心世界 众生世界通通都是这个心所产生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心的本身 他其实是如果没有这些像的时候 那么这个心的本身 他并不会因为这些像而产生了什么对待 或是产生了变化 他本身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他自己本身是没有这些 亲近的这个自信体 他是没有这些无明这些妄然的 现在是在分析到他的这个 最内里的程度 他最根本的根源的这个部分 他是离一切的境界相 离一切的是非相 不可言说的一个 所以他就讲说 如果你认为这个是和和而有的 这个心是和和的 那么他到底是跟明和呢 还是跟暗和 假使他跟明和的时候 见是一 明是一 对不对 两个落在一起的时候 那就是什么 两个的特性都不见 对不对 他应该也不叫见也不叫明 那怎么能够见明呢 对不对 他就他就所以你如果他是 他是祸而产生的 这是不对 那如果说他是跟明和 是像盖子一样和的话 那么他应该有边际 也就是说像那个杯生跟杯盖 合起来的时候他是不是中间 他因为像是两个不同的体嘛 两个不同的体要合在一起的时候 他一定有什么 有一个边际可见 好那你说见跟明 他是这样合起来的 是合的话 那么他边际在哪里 当你见明的时候 你的见跟这个明 有没有什么分纪啊 有没有界线 没有 所以他这里面这一段文 他其实就是在分这个 在说明这样的一个道理 所以他说 如果你现在的这个妙境见经 是跟明和还是跟暗和 或是跟通和还是色和 为什么 因为他用明跟暗来说明 其实就后面这边也都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他说如果你 如果是明和的话 那么且如观明 那么你现在看明的时候 当明现前 那么何处杂见呢 那么见相如果可以分辨得出来 那么杂 两个参杂起来 又是什么形象 因为如果两个是不同的体 又和在 和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这个就失去本相了 所以见也不叫见了 明也不叫明了 那么如果非见者呢 如果不是见的话 那么怎么样见明 怎么能够叫做见明 那么如果就是见的话 怎么样叫做见见 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明他已经成了见 那么怎么样能够叫做见明 因为明本身就是变成见了嘛 那么如果是已经见的话 那么怎么能够要如何来见到这个见 就是因为当明成了见 这个见就失去了 就失去了见的见性 所以呢 必见处圆满何处合明 若明圆满不合见何 见必亦明 所以这个就是 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 用这样的一种这个 反复的 那么用这样来这个分辨 分辨 这个合合 或者不合合的认知是错误的 就是你不管直取哪一样 他都能破 反正能破的 他就一定不是真理 他就是 他就不能见利 那么不合合也是一样 他说 那么这个 这个此妙绝缘 跟朱元成 还有心念律 非合合 然后难道 那如果不是合合的话 那就不是 合合 是不合合 那么就不是合合 就是合合是不对的话 那难道就是不合合吗 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终生总是 存着是非的观念 如果是是不对的 那么他一定是非 对不对 那如果非是不对的 那么他一定是是 那么合合不合合 其实也是这样的一种观念 所以呢 这里就提到说 如果这个妙见经 他非合合者 那么他是非 非明合还是非暗合 那么这个就是 也就是说 如果呢 如果不是明合的话 那么见与明 必有编半 那么如且观 何处是明 何处是见 那么再见 再明 自何为伴 所以他说 阿难若明记中 必无见者 则不相及 也就是说 在明当中 如果没有见 一定没有见 那么这个呢 你就没有看到 你就不能够见到明 对不对 明当中没有见 那就不能见明 两个就是不相干 那么 自不知其明相所在 半云合成 如果都不知道这个明相 那么怎么能够有 有这个编半 所以呢 那么又妙见经 非合合者 那么非 为非明合 为非暗合 因为他用这个明暗通色 来做这个 来做这个 分析 所以如果不是明合 那么见与明 性相乖角 也就是说 既不是 如果他不是跟明合的话 这个见如果不是跟明合 那么这个见跟明呢 也就是性相乖角 这两个就是完全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体性 所以他说 就好像耳与明 了不相处 耳朵跟明相 那是因为耳朵的对境不是明 耳朵的对境是深 那么所以呢 见且不知明相所在 那么要怎么样来 还怎么样去这个 去这个 去分辨 这个什么合 非合理 也就是说 你一定要 确定 假使你说他是合合 那么他要有合合的条件成立 如果说他非合合 那么非合合的原因何在 这个也要能够去分析 也就是说 要那个理呢 也是要能够清楚 所以呢 这个通义就讲说 前面呢 已经开始始觉有功 本觉难显 这个是所谓什么 苦敌心生 生灭心灭 还是属于生灭 为什么 因为 也是什么 透过生灭的这个 这个这个现象 来说你这个生灭心灭了 那么这个菩提心就生了 那因为有这样的说法 就以为 这个还是属于在生灭的 生灭的这个角度来说明 所以因为什么 他有对待 所谓对待指的是什么 你的生灭心灭了 菩提心才有 那么就会认为什么 这样子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也是因为透过合合而有的 所以因为安安之前呢 并没有明白合合的道理 所以一直就是 他就是以为这个始觉合乎本觉 这个是叫做究竟觉 所以究竟觉其实指的就是什么 始本合一 达到的一个佛果的这个位置 所以呢 将为本觉真心也是因为合合而起 所以就就此呢 这个再把他的这些妄想济浊呢 这些观点再把它去除 所以呢 是要显示什么 这个真心绝大 观至巨明 然后才可以什么 妙弃一心 所以如果你有观 有一个能观的心 还有一个所观的境 他毕竟都还是什么 不是一心的真缘 他还是属于什么 对待 还是属于生灭的部分 就是说还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所以有觉有观 那 所以这里呢 就是说要什么 伏击入玄 所以这个当中就是 合合呢 乃是就真心 以简始觉 所以讲合合的意思呢 是以这个真心 以真心为主 那么来什么 来说明这个始觉的一个功用 始觉的这个作用 所以跟前面呢 在破合合式 那么来分辨你的 这些妄想技术 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两者角度是不一样 那么这个是因为这个 安安呢 前面提到心犹未明 所以不待请问而告之约 说辱虽先物本觉妙明 性非因缘非自然性 虽然已经可以领悟这样 不是因缘或自然而有 但是呢 还不能够明白 这样的绝缘 是非合合生 即不合合 那么非合合生呢 指的就是这个天然妙性 这个真心啊 不是因为修而生的 也不因为合合而生的 那么非不合合呢 所以非合合生 指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真心啊 他不是你修才有的 也不是你这个 跟什么情境合合而有的 那么不合合指的是什么 体觉妄缘 也就是说不合合 就是这个真心的这个本体呢 它是什么 跟所有一切的虚妄因缘 是不相设的 是不相设的 所以呢 不与诸缘合合 但是呢 未尝离缘 未尝离缘 就是也不离这些缘 所以前面我们讲过 离一切相 其一切法 就是这个真心 它是离一切相的 也就是说这个真心不是相 真心的心体不是这些相 但是呢 也是由这个相呢 来显示真心 所以叫做极 所以叫做离一切相 极一切法 但是呢 觉体明尽 难以错心 这个清静的这个 这个决心呢 这个没有办法 难以错心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想象 去取着 或者去猜测 或去思考 或者是去 这个透过思维而得 没有办法 所以呢 就借前程妄想来发明 来这个显发 就好像假借这些 要透过这些事项 才能够看到 这个本性的 本性的这个存在 这个样貌 就好像我们说 一个人这个 我们讲说性 个性怎么样 这个性是看不出来的啊 但是你说他没有性吗 有啊 如果一颗圆圆的东西在那里 你说他会跳多高 你会相信吗 他没有显示他能跳多高嘛 对不对 那之所以能够显示 他能够跳多高 是因为什么 他有弹性 你可以知道吗 这个弹性没有离开这颗圆球 但是你说他的弹性能够多高 他具有多大的弹性 不可思议 为什么 因为没有现象 对不对 要看他跳多高是哪 你就弹弹看嘛 你就知道他的弹性有多强 所以虽然有看出他的弹性有多高 但是还是什么 不离开这一颗球 是不是 不离开这颗球 和有这个弹性 所以性 讲性的部分 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部分 但是不可思议或是无相 不能不是说他没有 不是说他没有 而是说这个有 他是无相的有 他不是一个形象 不是一个状态 不是一种可以去捉摸得到的 他不是 可是你不能说他是空 他是没有 他是空没有 可是他这个空 不是没有的空 就好像你说 你的力量有多大 你有没有力量 对啊 也要是才知道 你有没有力 你的力有多大 力不可见嘛 对不对 你说你身上有什么力 有几公斤的力 不知道 也不可见 力本身也没有形象 但是你可以透过什么 抓举 对不对 你举了一公斤的东西 就一公斤的力量 你举能够举一顿的这个东西 你就有一顿的力量 是不是 所以力量的显现 从你的身上来说 他看不到 没有形象 可是不能够因为没有形象 他就说他是没有的 没有这回事 对不对 好了 他虽然他有这个作用 他有这个存在 可是也要透过你这个色相 才能够显发 也就是说他不是你 可是你不理他 就是两者的关系是这样 所以你说性这个东西 自性或是亲近本性这个东西 你自己现在本身不是这个亲近自性 对不对 因为你是妄想 设身这个染污的妄想 可是你本身也是怎么样 集这个亲近自性 这个亲近自性是离你这个妄想的 但是他也集你这个妄想而产生这个作用 就是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讲性跟相 性跟相 讲到性就是不可言说的一部分 那么要讲这个不可言说 一定要透过相来言说 透过境界状态来言说 是所以从境界来言说 相状来言说 可是相状不是他 不是这个性 就像一个人个性好不好 他脾气很暴 这个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外表看起来那么斯文 对不对 又那么温柔 可是他的脾气 你说他个性不好 不好在哪里 从事情的对应上 他就显露出来 是不是 所以那个性不可见 不可见 那现在讲的都是这个性 再讲这个性体 再讲这个性体 也就是说这个性体本身 他不是和合的 不是和合而有 但是也非不和合 所以就提到说 也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来 测入这个性 是不可能 因为他不是让你能够测入得到 就好像你要说虚空 你说不到他 你要讲虚空怎么样 有多大多小或是多宽广 是从哪里来看 从哪里看 也是从物象上看 对不对 从这四面墙壁看 他有多大 上下四面这个墙壁 对不对 在围起来的 我们说中间这个空有多大 你就能够衡量 所以你能够衡量的 不是你能够量这个空 有多大 是你量这个墙壁有多大 来知道空有多大 所以就同样的道理 但是呢 就是所有一切的象都会变 这个空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的形态会变 我们的心性是不变的 同样的同样的这个道理 所以才说叫我们不要认 不要认这些外相 不要认这个四相 是要你去认你那个本心 亲近的本心 因为要认那个不变的体 以不变才能够怎样 因万变 你这个不变都不知道了 那所有万变就倒了 对不对 万变来的话就 所以我们不是也讲 有一句话不是 陈寅不是也讲 万变不离其中吗 中就是他的核心 他的这个 他的主旨 以他为主就能够产生所有的一切变 所以你看这个佛法的道理 跟我们世间的这些万物的道理 其实都是一致的 都一样 就是在动当中 一定有一个不动的体 一定有一个不动的 然后才能够动 没有大家都动的 比如说我们房子一定是不动 人是可以动 对不对 车子 车子是动的 对不对 他能够走远 能够转弯 能够前前后后回到处回 他的轮子是怎样 也是有一个动 也一个不动的 哪一个轮是不动 你们都是开车的人 竟然还要想哦 后轮就不动 后轮是不动嘛 就是前面两轮 不一定有的 有时起来就是 前轮就能够动 不是 我所谓的动就是他会转 就是他是固定的 前面在转 后面不转 是前面两个轮子转嘛 他可以动嘛 后面两个轮子他是固定的 他刚刚讲 师父要用那个言规来讲 言规也是啊 对言规 因为言规要定下 有一个不动 就是什么都有一个不动的 有才有一个动的 对 就是这个动是 一云不动而动 对 可以了解吗 动要一云不动而动 那引擎动吗 蛤 引擎动你怎么开 引擎动你怎么开 引擎是物相啊 引擎啦 他讲引擎 没有 那个不一样 那个是不一样的 我讲的动是指他的 就是他可以使整个物体 来产生 他可以产生很多的作用 所以一定有一个动一个不动 就像我们望远镜也是一样 他也是有 镜头是不动 但是他可以调整 对不对 也是可以调整他的这个 光辖啦 那一定是有一个动 有一个不动 万物都是这样 你给他仔细去观察 就像我们桌子也是一样 桌面是不能动 桌脚就可以动 对不对 桌脚他是 他就可以 他是动的嘛 然后上面是不动 但是你一定会说 也有那种四只脚都不动 还有四只脚 还有龙子的 还有龙子的 整个桌子的展现 那也就是说 所有一切的这个万物 他一定动跟不动 他一定就是 他就是一种斜的 才能够斜的 然后才能够产生变化 所以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 所以这个就是有趣的地方 因为他不能够 你看四个轮子 应该照理讲 四个轮子的功用应该都一样 对不对 当然他的 他的结构什么都一样 可是你看 他的运作是不一样 对 所以你转了 前轮转 对啊 对啊 如果后面跟着转的话 就整个不转 所以这个是一个道理 其实也是自量的了解 他讲四轮转动 他整个都转动 那个点在那强度 对 所以我们的自信也是不够 就是我们的心性也是不够 所以你才能够怎样 千变万化的想东想西 如果你的心性也动的话 你这个想东想西就想不来了 他整个就错乱了 对不对 就是因为你的心性也不动 所以他 他的这个 你想起的 你所想的妄念 他就 他才 你才能够去了知 能够去照着他 了知他是什么 什么跟什么 你才能够了知 要不然的话就不可能 好玩啊 好玩 很好玩 所以就是要这么去 常常去这样子去观察 去了解 所以呢 所以甚至以前我也会想到这个 比如说这个虚空 虚空是无为嘛 跟有为比起来 这些事实相叫做有为 对不对 因为他的变化嘛 造作 透过造作 有这个叫有为 那这个有为当中也有一个 不动的 就是无为 就是虚空嘛 虚空 所以你看就是因为虚空不动 这些有为才能够变动 有为都是变动 但是虚空是不动 好这两个合起来是一体 再把这两个跟真性 这个真如自性来比的话 来对应的话 这两个都是有为 真性是无为 离一切照做的 就是无为 那以前刚读到这个时候 也会觉得奇怪啊 虚空不就是无为吗 为什么虚空又会变有为 虚空又会变有为 因为他如果跟真如比的话 这些有为跟无为 虚空跟万法合起来 跟真如来讲 这些又变成是有为 所以要能够去 在这个能言经里面 他也提到说 这个虚空呢 虽然他就是 有时候我们会拿他来比喻 这个真性 对不对 因为不可说的这个自性嘛 那么他的虚空跟他很像 就是很可以用来比喻 可是虚空不是这个真性 虚空在这个真性当中呢 他就好像一个小泡泡而已 像一个水泡而已 大海里面的一个小水泡而已 还是很小的喔 而且他还变成 他也就是什么 也跟也同样就是属于有为 跟这些有为在一起 他就成了这个 跟虚空比的话变成有为 那后来呢 我就透过一幅画明白这个道理 以前呢 我就看到清明上和徒 看到清明上和徒的时候 我就突然就领悟了这个道理 哦 原来虚空他也是一样 就是是属于这个 也是属于造作而有的 虚空不是真如性体啊 嗯 为什么 因为因为虚空呢 他是怎么有 他是跟设法同时有的 如果没有这些设法 虚空就不可说 你不能够说独有虚空存在 那是谁来知道虚空啊 对不对 他不可说 所以呢 当你像那一幅画画画的时候 你看啊 一幅画本来是白纸嘛 嗯 然后开始画一个房子 当他是白纸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你不能够说虚空在里面 对不对 虚空没有 可是当你开始画图的时候 就是设法开始产生的时候 虚空就跟着产生 什么意思呢 你就是开始画一间房子 然后画一个山 画一棵树 画太阳 画这些有形 有为的这些现象 虚空是不是跟着产生呢 嗯 虚空在哪里 嗯 就是那个留白的地方就是虚空 嗯 就是在这些影像 形象当中 设法当中 虚空就存在 就是同时就显现虚空存在 现在更科技啊 现在是把这个图就变得可以活动了 幻生的那张出来 那好像在真正在那里 流走在手 对对对对 就是清明上的图现在 本他做到这样 变直的画 现实的画 对 可是你看那一张图里面就是有虚空 虚空也同时就存在那一张图当中 对 对 虚假的多 对 所以就能够什么 就能够相信虚空不是真如 对 虚空不是真如提醒 所以这些呢 就是靠着 就是我们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么你要去领悟他的意境 因为这个佛法是佛正德的 他正的这个道理 但是这个道理不是佛创造的 这个道理不是佛创造 是佛正德的这个真理 然后他告诉我们 解说给我们听的 所以这个真理是怎样 他是恒常如是的 本来如是法尔如是 我们讲法尔如是 那是因为佛正德他了解了 所以他告诉我们 所以透过文字 等于说他正德的这个经验 智慧转成文字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 透过文字再把它转成智慧 就是这样的一种过程 所以读他的这个 就是从他的这些说明当中 那我们就是要去思维看看 这样的道理 那么他的这个 才能够真正的去领悟 而不是像这个古人 就是讲说口头禅 就是讲这样子 就是你知道文句怎样 怎么讲 知道文字怎么说 但是对于实际的领会不了解 这个就会变成就是变成 就是口头上的 只是口头 所以古时候呢 这些禅宗的人呢 就是修禅的人 其实就是在领悟这个 领悟这个真心 直接就契入这个真心在领悟的 他不需要透过这些分析 也就是说没有透过这些文字的这些 因为有时候文字也会产生障碍 什么障碍 就是你会执着这些文字 对不对 但是你不知道这些文字的意趣 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就会变成对文字产生障碍 所以呢 这个禅宗才会怎样 直接去领悟这个心性 直接去领悟这个本性 才说这个不立文字 那不立文字呢 并不是不可以借由文字来 显发来了解 不是各个都有那个觉悟的人 对要有觉悟的 开悟的 那么他就能够 修到开悟的是不简单的 所以这文字然后再记载下来 然后后面人就可以继续 对 古老妈好聪明 对啊 所以就才能够 就是所以呢 其实是没有离开文字相 但是真理它不是文字 不是文字 可是不离开文字 就好像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 这个信 真信是不能够这个 不能够凭空来显发 一定是要透过这些物相 透过这些现象 那么来表现 所以这里就提到说 如果呢 这个佛才从这个虔诚 妄想来说明 所以才说 吴今赋予虔诚问汝 那么汝今有以切世间 妄想和何诸因缘性 那么这个指的就是巴士 巴士呢 称作这个和何事 为什么 因为巴士也称作阿赖耶士 就是指刚刚的那个建经 我们刚刚讲的建经 其实从事的角度来说 他就也称作阿赖耶士 那么 那么所以这个也叫做和何事 那凡是称作事的 他都是虚妄 只要讲是的 分别是阿 意识阿 这个六事阿 这个都是指虚妄的一种分别 虚妄的分别 不是真实的智阿 不是真实的智 所以呢 他才这个 他才说以这个 和何事呢 来疑惑 政府的心是和何而起的 所以卫如有以述习妄想 也是述习就是什么 过去的所这个学习习气 这些妄想 那么虚妄的认为 菩提决心也是从和何而起 那么辅心即以妙境 见经而推 就是用你这个 这个清净妙明的这个建经 来这个来推想 那么他是跟前缘 前缘就是指明暗通色 那么就是说 你这个建经是跟谁和呢 那么所以讲这个和的意思呢 是如水乳和 那么这个和呢 另外的这个和字 是如涵盖盖 涵盖就是盖子 一个盒子一个盖子这样子 这样子称作这个和 所以所言和者 就是这个字是祸 可以有破音字念祸 是指杂而不分 所以水跟牛乳合在一起 当然就是怎么样 水也不是水 乳也不是乳 他两个就变样了 所以且辱观明时 何处杂见 所以下面是用这个离即破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离也不可 即也不可的意思了 所以如果明不是贱的话 那么则明既不是贱 也就不应该叫做贱明了 这个就是离 此离不可 那么如果明即贱者呢 那么明已经成贱 就不应该还有能够贱 这个是即不可 也就是不可及也不可离 所以固约云和贱贱 那么下面呢 他就是破一跟一 也就是两者是一呢 还是不同 所以因为我们众生就是都是差别见 总是差别见 差别见就是什么 就是落入两边 不是一样的 就是不同的 所以那不是不是这个 不是断的 就是长的 总是会 会有这个 会持一个见解 就好像这个 之前有一个人讲说 就好像我们讲说 不是忘记 就是想起 对不对 没有忘记 那是不是有想起呢 就是我们就是会 类似像这样子 总是会有 总是会有相反的一面来说明 所以你如果跟你说 你不要忘记也不要想起 那你又怎么想 你又要怎么想呢 不忘记也不想的时候 那不知道要怎么样去 又不知道怎么样去领悟 所以这个呢 就是说一定都会 落入一边的揣舵 就是这个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 妄想 这个都通称叫做妄想 因为你凡事有想 那么他就是属于忘 所以这里呢 就其实主要是在说明 说明这个 因为一定又会转记 说非合合的话 一定又转记这个合合 所以呢 这里是结论呢 他是要说明什么 就是这个见经呢 上出是非之外 何况妙诀真经呢 岂可以是非合合而寄之 也就是说不能够用 合合或不合合 来这个来测度的啦 就是因为他是理以这些虚妄想 而且呢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不变的一个 一个这个妙诀真经啦 不变之体 但是呢 随缘而产生了这些合合的妄想 所以体是不变啦 那么现在就是说要认知这个体 不变的体 而不是去认这些合合的妄想 这个是一个重点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分 但是我们众生就是 连现在产生的妄想 但妄想是都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这个才是问题 所以这个要能够常常去说明 所以呢 前面呢 这里是有以这个生灭门 从生灭的角度来检测这个真跟妄 是要显示这个本觉真心啦 那么到这里就结束 因为我想 因为可能我们没有办法逐字逐句的说啦 所以我是打算说以这个 而且呢 因为从这个常常以这个文字来解说的时候呢 其实就也很像在读国文 你知道吗 读中文啦 所以我就是我们这里提要的方式 就是用这个重点式的说明 因为我是觉得说大家要询文 逐句的话可能会比较吃力一点 因为有些文字大家也不熟悉嘛 所以我是想说用说明的方式 尽量是往说明的方式 或是比举例的方式 那么来这个让大家印象深刻一点 这样子好不好 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这个功课就先到这里 哈 你哈 你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